探索科学心知 体验生活科学 今天的发泄科学专题要带您来看到的是 美国太空总署NASA的探测器好奇号 日前在火星的夏浦山山脚下 发现了富含有硫酸岩的矿床 上面是刻有波浪涟漪的岩石表面 而这也是至今火星最明确存在古老湖泊的证据 Curiosity is currently exploring Mount Sharp You can see the upper part of the mountain here 美国太空总署NASA在火星上的探测器 好奇号又有惊人发现 它在夏浦山的山脚下 发现富含硫酸岩的矿床 上头刻有波浪涟漪的岩石表面 是迄今在火星上看到 火星可能有湖泊的最新证据 它是发现有波痕的一个构造现象 所谓的波痕就是水流过 然后水流过那个沉浸物的表面 然后经过沙子啊冲刷 然后形成一个波稳的现象 那这痕迹就很像波浪状的痕迹这样子 那这种痕迹通常是只有在游水的环境才会产生 就是当你水很浅的时候 那因为你如果水面有一些波浪的话 它会让这个底部的这个泥沙也会随着波浪 呈现这种波浪状的形状 那这在一般的如果只是风 有风的状况里面是不会发生 因为有风的时候也会形成这种比较大的沙丘这样子 从2014年以来 浩奇浩就一直在探索火星的钙额陨石坑 研究它的地质历史 评估火星上是否有适合有机生命生长的环境 浩奇浩基本上它就是在火星的表面 就一直在探索 那这次是他们沿着一个山丘 就是一直往上往上行进 然后顺便看一下在不同的位置 是不是有看到不同的东西 因为基本上这个不同位置 可能代表就是不同火星在不同年龄的时候 有发生过什么事情这样子 由于钙额陨石坑底部的较低岩层 代表火星最古老时期 当浩奇浩爬越高 就能研究越多近代沉积物 更能观察到火星地质 这次发现的波衡是位于陨石坑底部约800公尺 地质年代初估应该是在太阳系 形成不久的时候就存在 目前的资料显示大概是在 三十几亿年前的形成的沉积岩的区域 硫酸岩的矿场是更早之前就已经知道 就是透过这个对这个地表的分析 它表面的这个物质 是发现这个区域有很多这个硫酸岩的物质 那因为硫酸岩这个物质 我们一般是认为它是会融在水里面 所以当这个火星表面的水就是都挥发蒸发掉之后 它就会留在这个地面上 好奇号火星车探索火星表面大约有十年时间 科学家们对夏浦山特别感兴趣 因为怀疑它的过去曾经被溪流和湖泊包围 在这样的环境很有可能存在像微生物那样的生命 NASA也说好奇号试图从一些岩石中提取样本 但事实证明这对火星车的碳钻来说太硬了 目前只能判定这些波痕是沉积物受水流作用形成的明显证据 未来好奇号也会更深入的探索 期盼能找到更多新发现